我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氣候選戰這兩邊的簡單的小進度 那可能第一天提案的時候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氣候選戰的提案是什麼 就是氣候選戰是由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發起的一個專案 那是台灣青年氣候聯盟是由青年組織然後成立 就是關心氣候變遷以及環境議題的青年人舉歐 那所以呢就是我們想要在就是透過氣候選戰來連結歐 連結各校串聯並且藉著網路的力量來讓在地的能夠監督各候選人的環境政策 以及提升大家的氣候還有環境的意識 然後所以呢就是我們就是跟大家在稍微詳進一點的報告我們想要怎麼做 我們想要從兩部分來做這個方面一部分是從學校串聯以及環境串聯 另一部分則是需要網站的架設 對所以呢那在就是環境就是團團跟學生的串聯部分呢 我們是希望在開學的時候就是 召集就是氣候各校的氣候選戰小組 然後針對每一區就是假如說以台北市來說好了 每一區來提出他們對於就是他們內區最有力的政策的 就是他們的政策走向還有提及他們的要對候選人施壓的策略 那所以呢因此來說就是氣候選戰這個意義是沒有一個特別關注的就是很 specific的一個點 是要由各個就是botten up的方式讓各個區域來自己決定他們想要關注丟出什麼樣的環境意義 對然後呢所以就是跟環環環學生串聯的部分 那就是今天的重點比較是在就是在網站的部分 那網站的話我們就有把mark up大概畫出來一下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台灣的地圖 所以呢可能以台中來說好了 台中他們可能他們的在地的環環學生可能很關注台中火力發電廠的之後的走向 所以呢這個網站就可以就是抓出來他們那個的訊息 就可能就是台中他們的火力發電廠 所以這是一則一則的就是他們活動的訊息 那就是可能台北市的話可能有一則訊息就是 有一則的專案就是關於松菸戶術好了 所以就可以在這裡看到松菸戶術他們就是想要做什麼 那松菸戶術的簡介那松菸戶術你點進去之後呢就可以看到這個是松菸戶術 然後下面他們最新的一則一則PO文 就是你就可以從他們就是各個地方看到他們 這個地方他們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那這個不同的專案裡面呢又有什麼最新的進度 那這個就是希望能夠在網路上呈現的部分 對所以呢就是另外呢也會從是可能不同的學校 他們就會自己組織分工 然後有些人可能負責政策比較 有些人可能負責就是宣傳 有些人可能負責就是在可能就是對候選施壓這部分 所以呢那這也是會有一個網面可以顯示出他們 像胡志強他的對於環境的證件是怎麼樣 那林教授對於環境的證件又是如何 這個呢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網站來公開大家 就是公開這個候選對環境的證件 那一方面是想要讓就是各個就是選民能夠在投票的時候把環境證件納入考量 另一方面是就是為2016年做準備 就是希望能夠在武都選舉當作是一個前哨站 那就是慢慢累積資料 然後讓2016年能夠提出更進一步的環境政策的建議跟對手 對所以呢就是大概是這個這樣子 對然後呢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前端工程師來幫我們就是架好這個網站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把是大概的內容都想好了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對資訊沒有很熟悉一點 就是文外看所以需要有前端工程師來幫我們把這個架構 就是弄出來就是媽媽的圖都已經大概想好了 對這樣 所以就是希望能夠在就是如果這個網站架起來的話 還是可以跟那個我們的學校 因為因為其實我們台灣是金的小林王就是在就是團圈 也是有很多就是現在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能夠把兩個結合的話 就可以就是把這個專案弄起來 希望能夠讓大家就是對這個環境有更多的Awareness 谢谢大家